很多人煩惱 人升職啊 該怎麼選擇 想知道平行失控的自己 如果選了不同的路 會是怎麼樣 大家好 我是一個社畜 他是一個自由工作者 今天我們就來互相訪問一下 對方的工作到底有多少 等一下 該不會因為我們是雙胞胎在找我們的吧 因為想說雙螢幕雙胞胎 好的 那我們立刻進入今天的訪談 Girlfriend Talk Show 首先想要了解一下這個 資深上班族關於 什麼資深 請你用字注意一點好嗎 一般上班族 打卡上下班的感覺怎麼樣 最痛苦的就是早氣 因為學生的時候就是你覺得早氣已經很累了 想說等我長大以後我是不是可以不用那麼早氣 多早 7點以前其實對身體都是有點傷害的 我完全不知道這個世界7點以前長什麼樣子 而且你會發現就是在通行的時候 大家沒有靈魂 欸像你們那種自由工作者 每天睡到爽 我覺得有很多人對於自由工作者會有這樣子的疑問 對啊 是 我真的想 可是 我必須要在這邊回答一下 怎樣 我們其實也是被迫害的 怎麼說 因為大家一直24小時傳訊息給我們 我們其實會工作到很晚 欸那他們就是丟你訊息的時候有沒有什麼 起手式一看到就是不妙 小小 微調 抱歉 很快 只要有這四個 三池出現 不妙 立刻關掉 但他已經跟你抱歉了還不妙嗎 他其實沒有抱歉 他只是一個說 哈嚕的概念 你們心裡會有創傷 手機震動真的都不敢回 就像我們就不像你們上班族一樣 會有加班費 Sorry 你說加班費嗎 怎樣 我跟你講加班費這種東西 跟威尼斯湖水怪是一樣的道理 有的人說他有拿過 但有的人一輩子都沒看過 所以即使是上班族可能也不會 多工作多有錢 那是一個傳說啦 自由上班 就是還是可以控制 比如說我這個月努力一點 我是不是可以多賺一點 然後就太累了說 這個月沒關係啦 斷一點點就好 可以休息 可以這樣自我調配薪水 可以這樣自我調配薪水 其實這是 對的 自由工作者真的會比較任命的工作 因為我們就是在那邊 換呼吸的肉 最後就會死去 沒有收入 OK 我跟你講 在這邊我也不跟你們囉嗦 我就立刻幫大家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可不可以先透露 那個薪水大概是幾個零 有好的時候有不好的時候 不是就是幾個零嘛 你就講給大家聽幾個零啊 不好的時候可能就是一個零 OK的 那好的時候可能就是 也不會多過蔡依林 你在講這種爛笑話 我真的會揍你喔 你們上班族都這麼尖銳很厭世 沒有我們就是想 大家都想知道你的職業的一些秘辛啊 沒有我們在這邊說 有時候真的會比較認真工作 可能會做到 兩三個人的工作量的時候 真的會賺得比較多 會笑得睡著 我們其實還是要投資自己的 所以花的錢也很多 你說要買就是很好的東西嗎 對因為我們就是要投資一些好的機械設備 或是一些工具 像你們這種 就是領時薪水的上班族啊 對 我有太堅韌了嗎 我覺得你有一點歧視的味道 像你們領一些比較固定薪水的上班族啊 對固定很好我喜歡這個字 努力的讓自己加薪嗎 我跟你講上班族沒事就喜歡 遇知未來 我們每天都會拿著計算機 然後想說 嗯 那他加薪大概一年大概3到4% 那如果一年後1.04 兩年後1.04 一直沉一直沉 然後沉到10年之後 嚇死了 怎麼樣 沒什麼變 哈哈哈哈 那還是說 就改變策略 怎麼樣 你們會不會就是都擺爛不做事情 請問這一集我老闆是要不要看 你這樣問我 我沒有說我 但是我覺得有的人可能會 一個歌手在唱跨年的時候 有沒有對嘴是很容易被發現的 那是一個合唱團 要是有人對嘴 你是看得出來嗎 在大公司有一個原則 賽來裝不懂 老闆問都懂 就是說有一些就是很賽的東西 來問你的時候 你真的一定要裝不懂 這個我不清楚欸 這可能要問某某某喔 很具體的直接指定要接賽的人 別人丟一個手流帶來 你就瘋狂把他踢開欸 我跟你講 不能說我不知道 不清楚 這樣不清楚好像有幫助到別人 然後因為不會顯笨 OK OK的 那裝懂的部分呢 老闆問都懂 就是因為老闆問你 你再說你不清楚 他真的很想給你 把你fire掉 不是每個人都那麼厲害 老闆問你都懂 但沒有關係啊 我們有很好的裝備 就有時候開會的時候 你知道上面是老闆投影片 就是正在報告 然後下面有時候就是 不是我啦 就是一些我的朋友們 他們會跟我分享 所以就在下面可能會一些 股市啊或新聞 因為我們現在現代人 就是想要知道 跟大家有接觸 你也是了解大家了解很清楚 OK的 然後就在下面做一些筆記的時候 這時候 老闆突然問問題了 這時候你在下面可以有個小視窗 就立刻查 老闆你剛問的那個單價 應該是7.35美金喔 其實你就神同步啊 老闆就覺得說 對你就是很印象深刻 身為一個自由工作者 你覺得就是最大的困難會是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 隨地隨處 隨時都可以工作 你剛才講隨地隨處 我真的很想接另外一個字 怎麼樣 大小差 大小工作都要做 對很忙 對因為有時候突然接到別人說 你可不可以改一下這個 可不可以改一下那個 等一下什麼時候要發文 有時候我們又是一條龍對不對 從寫腳本到拍到剪到最後連公布都要自己弄 在這邊我就分享一下我個人的一個經驗 好 我曾經有在捷運站的廁所編輯過IG的貼文 天啊這貼文有味道欸 因為說我們有時候會有一些限制說 一定要什麼時候發 對 場上就是一定要六點整 六點整請驗之一定要發文並且截圖給我 怎麼辦 5點58想上廁所 沒辦法大自然的呼喚啊 剛好上完廁所之後 洗完手 OK洗完手 洗完手之後呢乾淨 就在廁所剛好會有一個那個台子 難怪女廁那個平台越來越大 行動辦公室 OK的 但是行動辦公室我們自己也要隨身帶的裝備 我覺得這最辛苦的 因為要編輯又不能隨便用手機編輯 對有時候又是那個東西沒弄好 最好還是要帶電腦 而且是跑得動的那種電腦 對因為有時候要剪片 真的很辛苦耶 不能夠太小 因為手機沒辦法編輯 對眼睛不好 最好是那種14寸啊 或是說那種螢幕感覺很漂亮的那種 或是就是有兩個螢幕可以同時比對一些圖 或是說廠商需求在下面 然後我的圖在上面這樣子 因為現在是AI的時代嘛 對 那你們會不會害怕你們被機器人取代 會 AI就是AI 就是因為我們大公司都是一定是做一些一直重複性的工作 分工比較細 對這樣才會賺錢啊 對 但是你就是一直做一直做其實你就是一個小螺絲釘 但我們後來有仔細的互相討論過這件事情 就會發現其實研發那些機器就是比我們貴 我們其實太便宜了 我比較好奇就是身為自由工作者 雖然不怕比較不怕被取代 但是因為你會一直擔心說 會不會就是接下來就是沒有案子 就很焦慮 會啊 那怎麼辦 因為我看你髮線一直退後啊 我後來發現說真的是放鬆 調節一下工作的這個比例很重要 不然那個熱情是不是很容易就是會被消失殆盡 我覺得不只熱情你的這個能力效率都會下降非常多 真的是要呼籲所有你想要接案的人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休閒娛樂 像我個人呢比較特別一點 是什麼 追劇 哪里特別 就一邊休閒一邊可以充實自己 為什麼可以 因為會看到別人好的作品 你會覺得說 哇塞 好被娛樂跟好被感動 覺得我一定要做出這樣的影片 像我自己呢是 做二看二 出力兩個工作以後可以看兩個影片 我以為是工作兩分鐘看兩小時欸 這個可能會直接 就結束工作生涯 欸可是你這樣子就是又追劇 然後又要用電腦 那這樣電腦真的要很好欸 因為如果說你休閒不夠爽的話 可能你也沒有休息到 對 那像我很喜歡追劇的話 我就會就是帶著真的是看去很爽 有時候手機太小了 不夠 不夠 我爸的臉不清楚 我就是要帥的大的 所以我通常都會帶一個很 效能很好 又可以撐很久電量的一個電腦 帶去咖啡店裡 你是說這種剪完片還可以追劇的續航力超強電腦嗎 沒錯我就是說官方宣稱可以 17小時不斷電的超強效 ZenBook Dio 14 以上就是我們雙胞胎人生開胃掛的分享 天啊被沒有當中雙胞胎的你操這些太賺了吧 這邊也要特別感謝 ASUS ZenBook Dio 14 謝謝乾爹 人生要贏 工作要贏 我的筆電當然也要雙贏 最新ScreenPad Plus 第二螢幕 自動抬身設計 讓雙螢幕間應用無斷層 更符合使用視線 在職場深工的你 開會報告 料事如神 如虎天意 演技加倍 加薪老闆請準備 在各種情況都要創作的你 在邊框設計讓創作視野不受限 14吋超金箔設計 搭配高效能處理器顯卡 到處帶著走 世界在亂 我造作 大家在鬧 我造作 聰明伶俐三指立刻切換 放大瀏覽 手寫功能一秒切換 讓工作更easy 還有通過Pantone認證 跟德國萊茵護眼認證 偷弦的雙感也跟著Double啦 明天開始 一起雙贏吧 雙贏 天啊 我真的受夠你這種鮮音爛哽 幫你做Andy 都給你做 有了 雙螢幕 人生就會完整了 因為 これは人生の全物です 全物 就燙手山芋 對 燙手山芋 燙手山... 山... 山... 是山芋嗎 山芋意面 OK 燙手山芋意面 KOL的部分呢 我們可能就想要找小熱唱 因為它真的是非常漂亮 但是我們去用過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預算的 我們去用過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預算的 請 oscill支援欣賞 笑出來 像不如是有柳子 的 有人 soon 十字幕 i know you